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四季餐厅吃个饭 四季餐厅呢 走 拜拜 走 要一个 白锅包肉 再要一个 我们再来第二 到楼 到楼 吃点楼 这边楼 这里边 这二楼比较还挺少的 几乎没有人就散了 凌鱼肉圆满是果的 那个地粉 然后放油炸之后 然后再浇汁 那个汁是用醋和糖 然后调出来 哇我要把这五彩大拉皮放开 这是五彩什么拉皮 五彩大拉皮 五彩大拉皮 大一点 萝卜丝 还有火腿丝 木耳丝 干豆腐 萝卜丝出来 有肠 对 火腿丝 哇好大一只 他家菜量非常的大 挺水贵的 这个 这个二十二 嗯 这锅包肉得二十九吧 二十五 三十五 哇 我要吃 他这个大拉瓶里面好像放了芥末 芥末 嗯 然后有那种芥末的那种 嗯 醋的那种 哈哈 来一口 嗯 嗯 嗯 有芥末 会有一点辣味 嗯 嗯 有点辣 可以看看那种 它是用这种干的这种大的辣椒 炸的辣椒油 然后把凉菜滑滑的 挺好吃的 夏天挺爽口的 有点辣 有点辣 颜色挺正的 嗯 嗯 刚出锅了 颜色挺爽 我觉得 嗯 各位个人那个肉 太甜和酸了 肉切的很薄 薄薄肉片 来一口饭 大鸡饭加上小米 大鸡饭加上小米 嗯 一碗小的小米饭 我觉得可以把这辣椒 切得再细一点 一半就可以了 一大口都爽了 一大口 来一大口 好好好 一大口 我把肉咬下去一口脆脆的 酸甜的口味,马上就能咬下去 再咬一口就是那个 鸡肉的时候再咬一口就是肉的 慢慢咬 刚才是那个酸甜的口味 我走的时候,我怕撤了四点长 到最后就是那个肉的味道 但我觉得它这家酸甜有点多了 大概大点哈 哇,这好长 全都被你吃了 都是你吃的 哇,哇 吃完了 吃,吃咋样啊? 我觉得,菇薄味怎么样? 嗯,稍微有一些甜 吃多了会腻 对啊,甜 太甜再酸了有点觉得 糖和醋放多了我觉得 和料多点多那个菇薄味 嗯,然后五彩辣皮的话挺好吃的 辣皮啊? 对,凉的 吃个你口味呗 嗯 我觉得,这辣皮没啥特色 还有点辣 嗯,我喜欢吃那个芥末的 芥末,完了 但是他们家米饭有一点用 大家过来,回来尝尝 好,下车见 拜拜 拜拜